Alpha捡了个小崽子 不仅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眉毛和嘴巴还跟他的死对头如出一辙 可两个人都是Alpha 怎么可能生出孩子呢 更何况他们的关系水火不容 于是沈景言开启了带崽寻跌路 一个小时前 他刚捡到小崽子就抱了紧 带着哭闹不休的孩子去医院 医生说是双亲性吸塑缺失症 太久没感受到父母的性吸塑 所以才会焦躁哭闹 沈景言解释说这孩子是他捡的 可看着面前两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 医生和警察很难相信他的话 更何况小崽子像是讹上了他 一边喊爸爸一边往他怀里钻 这下彻底解释不清了 警察以为他是有家庭矛盾 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开倒了他几句就走了 沈景言破罐子破摔认命了 麻烦医生开药吧 开最贵最好的 反正现在他给小破孩子花的每一份 到时候都会千百倍的向他亲爹讨回来 他愤愤不平的去交了钱拿了药 胆小猫似的把崽子夹在壁湾里 十分不爽的离开医院 直奔自己租的房子 小宝宝似乎知道沈景言有在嫌弃他 一路打着酷哥乖乖蜷缩在沈景言怀里 小手攥住他的一脚步松开 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沈景言 生怕自己一眨眼 对方就会再消失一样 沈景言被粘得也没办法 抱着孩子艰难地开了门 幸亏他出来上学自己租了房子 不然莫名其妙地抱着一个好搭回家 非让爹妈揍得他想年二十岁 把孩子抱进卧室放在床上 似乎是感受到了性稀素的味道 小宝宝努力地爬到沈景言的枕头边 手脚并用抱住沈景言的枕头 大口大口地挤取上面残留的性稀素 你不会喜欢闻我性稀素吧 小宝宝欢喜地用胖嘟嘟的小脸蛋蹭来蹭去 哭过的眼尾红彤彤的 又可怜又可爱 沈景言震惊 书上说小幼崽只会对双亲性稀素敏感 现在喜欢闻他的性稀素是满门子到 他抬起胳膊秀了秀自己身上的味道 草莓冰激灵味 破案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幼崽能拒绝这个味道 沈景言脚步一转 正要去冰箱里找瓶饮料解渴 谁知前脚刚离开卧室半步 后一秒立刻传来响亮的防空警报声 小崽子一边哭 一边艰难地猎切着爬到了床边 正打算下床去追逐他 沈景言没想到这孩子一分钟都离不开自己 凡得他用自己的玩偶 床单和衣服 给宝宝做了个窝 看着崽子抱着自己的玩具咯咯直乐 沈景言终于松了口气 赶紧打电话搬救兵 呼喷狗友陈寒在15分钟之后飞速赶到 沈景言说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他商量 结果一进门就看到这人正摊在沙发上 他等时气不打一出来 说吧 什么火急要十万 沈景言仿佛一句行尸走肉 胳膊直挺挺地指了指自己的卧室 在里面 他满腹疑惑地推门进去 房间满是乱七八糟的衣服玩具 你家糟贼了呀 沈景言有气无力 算是吧 说着 他扒开层层叠叠的衣服 从里面挖出来一个暖乎乎的小崽子 你下午没客 帮我照顾他一下呗 沈景言看清孩子长相以后下的双腿发颤 差点站不稳当 苦口婆心劝道 景言 就算顾燕是你的死对头 处处压你一头惹你不痛快 但咱也不至于绑架他儿子吧 孩子是无辜的呀 沈景言细细端向 把小崽子从头到脚都审视了一遍 也没看出来哪里像顾燕那个凡人惊 沈景言直接掰过孩子的脸 越看越觉得像顾燕 越看越恨得他咬牙切齿 我倒希望是 到时候去曝光他 看他以后还怎么装清纯笑草人设 不过 景言 其实我觉得 这孩子长相 还是有点像你 沈景言一个小熊抱枕狠狠砸到他头上 滚啊 你个神经 他就算饿死 从这里跳下去 也绝对不可能找顾燕生孩子 更何况他是Alpha 你先帮我照顾一天 我想办法给他找爸爸妈妈 沈景言说完懒得和他多嘴 拎起包去学校 踩着上课的点才赶到教室 他只觉得那双眼睛里装满了戏血和得意 沈景言也不扭捏 大大方方坐到顾燕身侧 一入座 就听到身后的人小声说 第十届笑草投票已经出结果了 往年都是顾燕以几票之差碾压沈景言 没想到今年 沈景言心里咯噔一下 今年咋了 今年顾燕终于无缘贵惯了吗 他坐直身体 不动声色往后倾斜 只冷起耳朵听 没想到今年 顾燕比沈景言多了整整一百票呢 沈景言无语 好好好 玉阳仙意被你玩明白了 紧接着听到身边传来一声轻笑 沈景言一记眼刀瞬间扎到顾燕身上 你笑什么 顾燕转过头的时候 脸上不带一丝表情 好像刚才只是沈景言的错觉 别装了 你处处压我一头 是不是特高兴了 提到这个 他就十分怨气 自己是家里千娇百宠的小少爷 强大的双SGF 从小到大有无数光环围绕在他身上 谁知一进大学就被顾燕狠狠踩了一脚 他穿着名牌高定开着豪车高调入场 结果被穿白涕被尿素袋子的顾燕抢了风筒 甚至当天就有人给他们两个打类台投票 PK结果不是谁人气高 而是沈景言适合当零 甚至还有人铲出二十万字某是同人文 沈景言气得半死的时候 顾燕却深夜给小说点赞和收藏 虽然很快就取消了 但是还是被熬夜的同学逮到了蛛丝马迹 这可是赤果果的羞辱啊 梁子当场就结下了 回忆被清冷的声音打断 没有 什么没有 沈景言闻到了雪松味性稀素 若有若无的萦绕鼻尖 他眼神飘忽 不自然地躲了躲 别靠太近 顾燕压着声音道 高兴你主动和我说话 恶不恶心那你 他反顾燕果然是有原因的 什么清冷句傲不尽人情大笑草 分明臭屁的不行 沈景言吃笑一声 都成年人了 还关注这种小儿科的帖子啊顾燕 你的眼界就只剩这么个笑草荡荡了 说完 他震了一下 他们能发帖子投票选无聊的笑草 那自己也能利用网络 给小兔崽子找爸妈不是 孩子丢在大学附近 还是特意挑选的监控盲区 那很大几率就是附近的人弃养的 沈景言决定从信息速下手 小心掏出手机来 藏在桌子下面打字 承受我妹的二手衣服 发出去以后又觉得哪里怪怪的 又补充了一句 我不是变态 沈景言丝毫没有注意到 身侧的顾燕已然将他的小动作尽收眼底 男人谋色灰暗 他的帖子很快活起来 虽然著名了自己不是变态 但是这句话多少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许多我妹的纷纷涌进帖子里 唾骂他的行为 自己学校里竟然有这样的猥琐了 沈景言被猥琐二字狠狠地伤到 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说 自己需要用信息速做化学研究 事关毕业论文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话说得异常诚恳 末尾还带了个小猫磕头的表情包 这让很多我妹的稍许放下了戒备信 短短两天里 他就收到了三十多件衣服 沈景言忙不过来雇了个月嫂 照看孩子的同事还帮自己去收获 把客厅塞得满满当当 沈景言把刚睡醒的小兔崽子抱出来 指着眼前的一堆衣服给他看 崽崽一脸猛 哇 闻吧 哪个是你爸爸的 崽崽揪着沈景言的袖子不肯松手 拱着屁屁往沈景言怀里钻 仿佛这些衣服堆是洪水猛兽一样 沈景言拎着后衣领把小孩滴溜出来 我费尽心思帮你找爹 你别搁这里给我装傻摸鱼 话音落下 小崽崽被毫不留情地丢进衣服堆里 莫名其妙地被沈景言粗暴对待 还被许多陌生的性吸塑包裹 浓烈的委屈瞬间涌上心头 小嘴扁了扁 眼睛几乎一瞬间就蓄满了泪水 张开小手一边哭一边要抱抱 哇 爸爸 沈景言无可奈何 蹲下身子将崽子抱出来 没有你喜欢的性吸塑 崽子把小肉脸藏在沈景言的胸口 眼泪全蹭到四位树的高档衬衣上 还扒着胳膊大口地闻性吸塑 沈景言烦躁地捏了捏眉心 缓缓释放出一些性吸塑包裹着宝宝 小崽子立刻没开眼笑 乐颠颠地蹬着小胖腿 敷啊敷啊 沈景言捏了捏宝宝的侧脸 什么垃圾基因才能生出你这种狗皮膏药 月嫂阿姨冲完奶粉 从沈景言怀里接过小崽子 小沈先生 家里的奶粉快没了 宝宝的尿垫和纸尿裤也要多买一些 好 我现在去买 沈景言说完就抓着钥匙出了门 到地方刚一下车 一眼就看到推着共享单车的顾燕 对方还先发致人地问他 你来这里做什么 沈景言抱起手臂 从上到下打量了顾燕一眼 你家开的 只需你来吗 我打工送货 顾燕结束订单行程 转而又把目光转移到沈景言身上 你呢 沈景言咳嗽两声 我捡了只小狗 来买奶粉 小动物要喝专配的羊奶粉 你恐怕来错地方了 沈景言又被教育 瞬间起了情绪嘖嘖一声 你管我买什么奶粉 又不是为你儿子 顾燕没说什么 跟着沈景言一起进了商场去结单 领完工资后发现 沈景言真的在奶粉货架前思索 顾燕快步上前 问他 几个月的小狗 沈景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没有察觉到顾燕已经站在了身后 嘴巴比脑子快地回应到 医生说已经六个月了 顾燕指了指中间的那一层 可以喝二断 沈景言俐落地扒拉了好几桶进购物车 然后突然警觉地向后看了一眼 顾燕就站在他身后 甚至还熟练地给了他购买一件 沈景言下意识地慌乱起来 你你你 你别乱想 我就是给狗狗买的 顾燕充耳不闻 小狗需要尿不湿 你买不买 沈景言毫不犹豫 买 话音落下 他又跟着顾燕辗转去尿不湿的货架 挑选了一款最舒适昂贵的塞道购物车 最后两个人逛到服装区 沈景言被粉粉的小衣服可爱到走不动路 甚至能想象到小狗皮膏要穿上有多卡外衣 导购员眼尖地注意到他们 两位先生需要给宝宝添置下装吗 刚好我们今天有新品上架 可以进来看看哦 沈景言听得瞬间起了浑身鸡皮疙瘩 我和他不是一起的 导购员诧异地看向顾燕 顾燕礼貌地扬起一丝浅淡的微笑 看起来格外苦涩 他懂啊 他可太懂了 新婚小夫妻闹别扭是吧 导购员立刻改口 没关系 喜欢可以进来看看 我们这边零到十二个月宝宝的衣服都有 咱家宝宝现在多大了呀 顾燕比沈景言要快一步 六个月 沈景言无声地瞪了他一眼 用唇语说 神经病啊你 沈景言自暴自弃 跟着导购员一起进了展厅 顾燕刚想跟着进去 被沈景言一根手指指着鼻子 你不许进 于是顾燕默默收回自己的半只脚 导购小姐捂着嘴巴偷笑 你们两个感情真好 沈景言被这句话吓得魂飞魄散 不敢不敢 他们俩从刚认识就撕得水火不容 恨不得跳对方头上拉屎 真的很难接受这种默须有的赞美 沈景言出来的时候 顾燕还在原地等待 导购又用一种莫名的眼神看着他俩 意思明显就是 我又磕到了 沈景言懒得解释 逛商场已经花了三个小时 急需回家躺平恢复精力 还好顾燕这个小东西有眼力剪 上前帮忙提起购物袋 沈景言毫无心理压力的全部交往他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不过嘴依然赢 我是不会感谢你的 没事 意料之中 沈景言什么时候跟他说过半个谢子 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再次沉寂下来 一前一后快速前往商场出口 结果外面不知道何时变了天 暴雨直接将两个人困在商场 沈景言打算打车回家 没想到排单竟然要排到两个小时后 就在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 顾燕仰起头 顾燕难道是对自己另有所图 图我年轻貌美 图我身胶体柔吗 沈景言直勾勾盯着对方试探道 你有这么好心吗 因为我要回家 多带沈景言一个人 跟烧一只小猫小狗没区别 沈景言深思两秒果断答应 反正俩人都是Alpha吗 顾燕问工作人员要了俩垃圾袋 一个系在沈景言头上 沈景言顿时炸了 他可是贵公子一枚啊 这个刁民想谋害他的高贵气质 顾燕又给自己头上系上垃圾袋 不给沈景言反应的机会 拉起他的手冲出去 两个人像傻子一样 顶着垃圾带在暴雨中狂奔 进到家门的一瞬间 沈景言松了口气 家里都是顾燕性吸塑的味道 一般来说 Alpha对同类性吸塑只会感到厌恶 但他一个双S级Alpha 闻到了那股血松胃后 竟然想沉浮 沈景言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摇了摇头 赶紧把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脑子 第二天沈景言刚起床 就感觉头很疼 似乎是一赶七提前了 他问顾燕接抑制剂 眼泪汪汪看着顾燕 那再让我闻一下性吸塑 可以吗 耐不住他撒娇 顾燕慢慢放出性吸塑 沈景言精神松懈下来 坐在沙发上昏昏欲睡 眼皮打架之际 透过睫毛的缝隙看到顾燕的脸 一张莫名神深情的脸 沈景言睡了十几个小时后自然醒 顾燕就坐在一旁看书 你怎么在这里啊 顾燕皱眉 你不记得了吗 沈景言打了个哈欠 记得呀 我记得你舍不得给我一只剂 虽然我看不惯你 你也隔应我 但是你这个行为 冷漠的让我害怕 顾燕无语了 合着自己安前马后了半天都白搭 这小兔崽子不仅全忘了 还格外记仇 沈景言换了衣服后提上奶粉纸尿裤 头也不回夺门而出 刚到自己家门口 就听见门内隐隐传来的婴儿哭声 月嫂看见他仿佛见到了救星 小沈先生 宝宝从昨晚开始就一直哭 不知道怎么了 沈景言接过孩子 宝宝本来还在啪嗒啪嗒掉眼泪 摊在沙发上任由他闻 耐心等到宅宅睡着后 才又交给月嫂 月嫂也是个热心肠 看他一个单亲爸爸带孩子不容易 准备给他出主意追回他的Amb 问孩子的Omega妈妈的性格 针对性的教一些讨好Omega的技巧 沈景言表面笑嘻嘻 内心Help me 他哪有什么Omega 于是直接把顾燕的性格告诉了月嫂 和月嫂聊完后 他火速冲进浴室 把血松未洗干净了才罢休 这时小崽子睡醒了闹个不停 委屈的一直掉眼泪 沈景言赶紧把孩子抱起来 崽崽似乎闻到味道不对劲 不仅没有停止委屈 反而直接开始哇哇大哭 于是沈景言只好放出更多的性稀素 崽崽努力辨别草莓味里有没有其他味道 可惜什么都没有 小手攥着沈景言的衣服狂掉筋痘痘 委屈到极点的时候还喘不上来气 小脸蛋憋得通红 沈景言思索了一下 赶紧把还没洗的衣服拿出来 盖到宝宝身上 小崽抱着他的衣服 闻到想要的味道后安分下来 建议他给宝宝补充没个性稀素 沈景言有苦难言 他一个黄花大帅哥 还真被这小狗皮膏要赖上了 医生还说 用性稀素安抚宝宝 不会对一感气造成影响 那就怪了屁了 他昨天提前了两个月 毫无预兆地进入一感气 医生抿了口茶叶水 沉没了三分钟才开口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也许不是一感气 沈景言突然醍醐灌顶 对那种情况 除了一感气 还有另一种可能 好你个顾燕啊 竟然敢对我下手 沈景言遍体深寒 医生又说 也许是不同属性之间 高匹配度导致的 可顾燕的体检信息 他见过 跟自己一样 也是双SGF 除非顾燕撒了谎 难道他是一令门 不对不对 一令门数量稀少 只有几十个人 他怎么可能是呢 沈景言从医院出来 把小崽子送回家 直接打车去了学校 他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做个亲子鉴定 只要证明这个孩子 跟自己没关系 那就能甩了小拖油瓶 沈景言上课无聊 正玩手机 谁知竟然刷到了自己 有人拍下那天顾燕 和沈景言雨中狂奔的视频 不太清楚 但格外有氛围感 还配字 爱情最好的模样 暴雨中的小幸福 甚至还有二十万点赞 打开评论区 最高赞的一条是 他们就是真的 昨天这俩人 在我们店里买宝宝衣服 小夫妻当时还在吵架 我们一个就算生气也娇娇的 Alpha就很宠溺陪着老婆 真的好甜 祝他们百年好喝 而当事人 沈景言只想自戳双目 又往下翻了几下 有个人说 好像我们学校的传奇校草 和傲娇少爷 好香的代餐我吃吃吃 另外 我有他们的十万字 强指文学谁要吃 一堆人回复吃吃吃 沈景言人都麻了 但还是觉得没什么 直到这个博主又说 要给视频里 两个主人公赠予 三万的爱情基金 沈景言当然不稀罕这点钱 但就在他打算 关掉手机的时候 一个叫笔墨指的人评论 真的假的 沈景言看到这个ID和IP地址 有种不好的预感 点进这人主页仔细搜查 果不其然 在一个视频里 看到了顾燕的一片衣角 沈景言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给顾燕发消息 下午出来聊聊 顾燕扭过头往后看了一眼 视线精准地落在沈景言身上 正好看到像小河豚一样 气鼓鼓差点爆炸的沈年 要不是正在上课 估计能跳起来 暴打自己一顿 下午下课后 顾燕赶到餐厅 沈景言看到他来了 立刻放下筷子 你明明知道 我们的关系不是那样的 为什么要昧着良心去领奖金 顾燕知道沈景言 不懂生活的艰辛 我去母婴店送六个月的货 才能赚到三万 可是你知不知道 领了那钱就要受人摆布 顾燕没有直接解释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沈景言 片刻后 声音里带着一丝怪怪的笑意 你在担心我吗 沈景言被顾燕一句话 打乱了阵脚 整个人神经紧张 眼神飘忽 我完全是怕被你拖下水 万一他们要拍情侣照 要看孩子怎么办 你有伴侣 有孩子吗 沈景言是怕顾燕去领了奖金以后 大家就会发现 那天和顾燕一起的是自己 到时候面子往哪个 素敌是能一起与中奔跑的关系吗 顾燕没有在说话 沈景言眼看着自己占了上风 心里一阵得意 但顾燕很快又笑了 我可以放弃那三万块钱 可是现在着急的是你 你求着我不让我去 有求于人 总得给点好处吧 你说是不是 怪了屁了 沈景言突然意识到 主动权好像还真在顾燕那里 但是睁睁傲骨的小猫 是不会屈服的 沈景言小脾气上头 我才不会给你好处 好吧 万事在你 顾燕拿出手机 利落地翻出那个博主的账号 从私信里面拨过去视频电话 沈景言白了一眼 抱住手臂 吓唬谁呢 顾燕切换成扩音模式 放在桌子上耐心地 等待着博主接听 沈景言的手悄然攥紧了拳头 顾燕等了两分钟不到 博主接了他的通话 顾燕直奔主题 你好 我是暴雨情侣当事人 沈景言对这个词汇头皮发麻 压低声音道 顾燕你个狗 我答应你了 男人用手掌捂住了手机的扬声器 故意装傻充乐 你答应什么 沈景言泄气 眉骨头湿的靠坐在椅子上 我答应给你好处了 那三万不需要 顾燕松开了那只手 按照沈景言的指示 开口拒绝对方道 抱歉先生 我老婆性格淡然容易害羞 这个要求我们难以满足 还是决定放弃领取奖金 说完 挂断了和博主的通话 沈景言松了口气 紧绷的情绪瞬间松懈下来 又想到了顾燕刚刚的最后一句话 咬牙切齿准备发作 顾燕没有给他先发制人的机会 那你现在欠我一个好处了 沈景言哼哼两声 三个月有效期 不然是为你主动放弃索取 好 和顾燕的交易结束 沈景言一点吃饭的心思都没了 把桌子上已经冷掉的饭菜 全部打包带走 丝毫不在意饿着肚子的顾燕 最后如一阵风式的离开 就在沈景言离开后的第三秒 顾燕的手机突然叮咚一声 弹出一条短信通知 亲爱的用户 名为作品 爱情最好的模样 暴雨中的小幸福 购买的十万元作品推广服务 已经全部完成 点击查看投放效果 单付带孩子简直是鸡飞狗跳 呼声差点掀翻房顶 他的信息所安抚不了宝宝 小仔就喜欢他死对头的信息所 奇怪 这捡来的孩子总不能是我和宿迪生的吧 沈景言从饭店回到家 小宝宝许久不见他 欢天喜地地跌进他怀里 巴唧在他脸上清了一大口口水 眼睛里甚至藏着一丝得逞的脚下 撇开小嘴朝着沈景言笑 呜呀 脏死了 沈景言一脸嫌弃 小心我下次把你屁股打开花 宝宝扒着沈景言的手臂 耐力地用肉嘟嘟的小脸蹭沈景言 沈景言抬手挡住 少来这套 对帅哥卖蒙无效 宝宝唯委屈屈地哼紧一声 像只被冷落的小猫 失落地蜷缩起来 抱住自己的小爪子 时不时用水汪汪的眼睛 瞥一眼沈景言 企图唤醒冷漠 阿富的一丝父爱 但是并无效果 沈景言拒绝了他的卖惨 宰宰气鼓鼓地松开了沈景言的胳膊 朝着月嫂的方向 孤勇胖胖胖的身体 一副要和沈景言划清界限的姿态 沈景言把他的小动作看在眼里 忍不住得意地吃笑一声 陈阿姨今晚要回家休息了 便宜你跟我在一起 夫呀夫呀 宝宝朝着月嫂挥舞着小手 沈景言震惊了一瞬 没想到小崽还知道和月嫂挥手道别 不愧是闻他性稀素长大的孩子 就是比别的孩子聪明 沈景言抱着孩子在门口 阿姨路上注意安全 到家了和我说一声 月嫂笑着点点头仔细叮嘱 你自己带宝宝 忙不过来就给我打电话 沈景言颠了颠怀里缩手指的小崽子 没事 小孩听话 无非除了吃就是睡 哭了就给他放点性稀素 小问题 阿姨欲言又止 看了看沈景言 又看了看怀里小天使一样的宝宝 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和二人道别以后就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一大衣小两个人 宝宝兴奋又期待地 攥着沈景言的衣服 想让我陪你睡吗 沈景言问 乌鸦 宝宝伸出小手指胡乱比划 兴高采烈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沈景言从捡回他以后就只陪过一吻 现在终于有了第二次机会 小崽崽自然激动得不行 沈景言抱着孩子去了婴儿房 为了陪孩子休息 他还特意没有看手机 他闭上眼睛 现在开始 谁最后睡着谁是狗 小宝宝窝在他怀里兴高采烈 一压 突然又想起来缺了什么东西 雇用着小身体一点点地蹭到床头位置 小胖手用力地攥住放在床头的衣服 格外珍惜地抱在怀里 沈景言睁眼想看看孩子睡着眉 没想到 小兔崽子已经圆润地滚到了床边 还自己拿了件舅舅的衬衣 美滋滋地将衣服抱在怀里 这是那天下雨住在顾宴家里穿的那一套 这么多天没洗 残留的性稀素都快发酵了 沈景言嫌弃地夺过小宅在怀里的衣服 随手丢到地板上 别抱了 脏死了 怀里的衣服被强行抽走 鼻尖营绕的性稀素味道瞬间消失 宝宝震了一下 痘大的眼泪夺眶而出 沈景言抱起孩子 无可奈何释放出一些安抚性稀素 不要衣服了好不好 哥哥给你性稀素 宝宝钻到沈景言怀里 哭得昏天黑地 性稀素没有作用 沈景言一个头两个大手足无措 那件很脏 有细菌会生病 这些话对小崽子屁用没有 沈景言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坐起来 捡起地板上的衬衫 不耐烦地塞进小孩怀里 给你给你 别哭了 吵死人了 小宝宝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衣服 哭声戛然而止 我最多让你抱一晚上 明天必须丢洗衣机 听到没 宝宝翻了个身 背对着他珍惜地抱好衣服 沈景言探头瞟了一眼那件衣服 衣服上沾染的淡淡性稀素飘荡到鼻尖 草莓冰激凌里 夹着一丝不太明显的血松 再没有其他味道 沈景言想不明白 小崽子怎么对这件衣服视若珍宝 第二天清晨 他趁着孩子还没醒 小心翼翼把衣服抽出来丢进洗衣机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 原来是他预约的亲子鉴定上门取件 他差点把这是忘了 赶紧去婴儿房 鬼鬼祟祟捏住小崽的一根头发 猛地将发丝和毛囊一起揪下来 尖锐的疼痛让宝宝瞬间醒了 下一秒震天响的哭声再次响起 沈景言眼疾手快把奶瓶塞进宝宝嘴里 美味的泛泛指住了哭声 他把头发打包好交给快递员 等他寄完快递 宝宝早就喝完了奶 正在抽烟着寻找那件衬衫 看那架势又要开始大哭 沈景言给他扔了一堆自己的衣服 都没用 小崽似乎只喜欢那件 他苦思冥想得出结论 那衣服是用顾燕家的洗衣液洗的 不过没有品牌 说不定是顾燕从地摊上买的三无产品 也没办法买同款 于是聪明绝顶的沈景言想到一个计划 还想闻那个味道是吧 我给你想办法弄来 条件是一天都不许哭 小宝似乎听懂了 乌鸦乌鸦 沈景言从衣帽间里挑了一个最大的背包 将宝宝塞进去 大摇大摆地偷偷带进学校 直奔陈寒的单人寝室 把还在睡觉的陈寒烤起来 一把将宝宝塞进他怀里 我今天有事没办法照顾他 正好你没客 帮我看一下孩子 不给陈寒反应的时间 转身火速离开 剩下一头雾水的陈寒和仔仔大眼瞪小眼 沈景言端着咖啡走进教室 直奔顾燕而去 顾燕侧身抬头的一瞬间 肩膀正好蹭到沈景言的胳膊 电光火时间 一整杯咖啡全部泼在沈景言的衣服上 顾燕 你太过分了吧 沈景言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只是轻轻蹭到一点衣服的顾燕沉默了 我衣服脏了 怎么办吧你说 顾燕配合着他拙劣的眼睛 我赔给你新的 沈景言盯着他的眼睛 这么大方 你有钱赔吗 算了 我人平好 只要你帮我洗一个月衣服就行 直觉告诉顾燕 这里面有诈 但还是决定答应下来 沈景言把他连拉带拽带出教室 走 现在就去你家给我洗衣服 两人一钱一后消失在走廊 围观的同学面面相去 很明显 某式同人文又有梗可以写了 到了顾燕家里 沈景言换了身衣服 把脏衣服丢给顾燕 大喇喇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根本没把自己当外人 顾燕任劳任怨给他洗衣服 将洗好的T恤挂到阳台 和自己大衣马被衣服挂在一起 营造出一种婚后生活的氛围 洗完衣服又按照沈景言老家的口味 做了几道微辣的菜 一直忙到下午一点 出来就看见沈景言靠着沙发睡着了 俯身看了他一会儿 低声叫他 沈景言可以吃饭了 沈景言脑子昏昏沉沉半梦半醒 话到嘴边直接溜出口 阿姨你和宝宝先吃吧 顾燕突然醋眉眯起双眸 宝宝是什么鬼 上次在婴儿商场 沈景言一惊一乍的时候 他就觉得奇怪了 难不成对方背着他偷偷生了个孩子吗 顾燕瞬间面色苍白 用力拍醒沈景言 吃饭了 沈景言满肚子起床气 垃圾话已经到了嘴边 结果一看到面前冷漠的帅脸 瞬间哑了火 起来吃饭了 沈景言回过神 发型乱糟糟的反而少了几分距离感 谢谢美姨 我不饿 衣服干了没有 我要回家了 顾燕扬了扬下巴 将视线转移到阳台上 沈景言一眼就看到了自己那件湿淋淋的衣服 顶多是不滴水的程度 那你的衣服干了吗 我借一借 回头给你转账 孩子还藏在陈寒宿舍里 待太久怕暴露 顾燕摇摇摇头 整个人如临大敌浑身炸毛 然后反应迅速搪塞过去 至于顾燕姓没姓 这就不一定了 顾燕的手艺很好 饭菜很对沈景言胃口 风卷残云吃个惊光 这时大门被敲响 沈景言抢先一步到门口 应该是我的衣服到了 结果拉开门 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单手捧着蓝色丝绒盒子 男人有些惊讶 大少爷三个字说了一半 硬生生验回肚子里 看着面前五官精致的男孩 内心呐喊 妈呀 吃到大瓜了 沈景言被打量得很不爽 我的衣服吗 男人迅速进入角色 说他的衣服有一件缺货 为了表达歉意 送来一份小礼物 沈景言接过丝绒盒 里面是一瓶香水 盒子上的烫金logo太有印象 是个专做私人定制的品牌 只服务上层社会的顾客 心想这家店还挺大手笔的 中年男人走后 沈景言去卧室研究香水 全然不知刚才的男人 此时正在和阳台上的顾燕通电话 夫人在照顾 你有计划要回家吗 没必要 听到那俩名字顾燕瞬间心烦 挂掉了电话 正巧沈景言的衣服送到了 顾燕拿去卧室给她 沈景言抱着怀里的衣服 语气毫无感情 我要换衣服了 麻烦你现在死一下 顾燕转过身 沈景言又补充叮嘱 不许脑补 顾燕沉着声音嗡了一声 沈景言迅速换完衣服 我好了 顾燕缓缓转回来 盯着穿新衣服的人一直看 沈景言身材好穿 什么都好看 简直是天生的衣架子 你一直看我干嘛 顾燕回过神 很好看 变态爱你 别拿撩我妹的那套恶心我 没有撩 实话实说 他面目诚恳 不似调侃 你少发颠 沈景言浑身起鸡皮疙瘩 抱着衣服赶紧跑了 二十分钟后赶到陈寒宿舍门口 确认没听到哭声才开门 小崽子一看到他立刻张开手要抱抱 沈景言顺势抱起孩子 沈寒面色严肃 你跟顾燕一起走了吗 沈景言放下带过来的礼品盒 惊讶反问 你怎么知道 现在全校都知道了 沈寒恨铁不成钢 是顾燕意外弄脏了我的衣服 他回家帮我洗一洗 又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太点了 沈寒感慨 经典开局 沈景言单手拿出袋子里湿答答的衣服 把证据甩到沈寒跟前 真的是洗衣服 怀里的小宝宝嗅觉敏锐 闻到衣服上属于顾燕的雪松味信息素 兴高采烈地伸着白嫩嫩的小手喊 她在路边捡了个小崽子 亲子鉴定显示俩人是亲生父子 母胎搜的她天降好大 更奇怪的是 宝宝长得既像她 也像她的死对头 坏了 我该不会是失忆了吧 沈景言赶回沈寒宿舍兼孩子 小崽闻到熟悉的信息素 开心地对着那件衣服叫爸爸 虽然只待了半天 沈寒却格外喜欢这个孩子 有点舍不得她走 沈景言没有给他们增进感情的机会 熟练地把孩子塞进包里走了 小宝贝很听话 一声不吭乖乖待在包里 抱着没有干透的衣服 小心翼翼的小口呼吸 生怕这件衣服上的信息素很快消散 到家以后 沈景言才发现小崽睡着了 于是把她放到床上 饭后孩子还没睡醒 沈景言简单洗漱后 捏手捏脚躺在宝宝身边 爸爸 小宝宝哼哼唧唧翻身过来贴住她 小脸蛋压在她胳膊上 毫无保留地信任她 沈景言突然理解了陈寒 一个只有一丁点大的宝宝 话也说不明白 却对自己倾注了所有的信任和爱意 真的很容易让人动容 这时手机弹出消息 顾燕发来的 明天 来吗 好家伙 她对给自己洗衣服这个惩罚还挺热衷啊 上赶着来问 于是沈景言回复 你叫的同城跑腿来我家去吧 顾燕半天才试探性问了一句 每天都要叫跑腿吗 沈景言忍不住吃笑一声 你是不是没钱叫快递啊 连个快递都叫不起 以后怎么娶老婆养孩子 我们一个可是很难养的 我大发慈悲 帮你垫付一下 以后记得还就行 顾燕发来小猫尊都假都的表情包 给沈景言恶心的头皮发麻 赶紧发过去自己的地址 关掉了对话框 小崽子朦胧中睁开眼 确认衬衫在自己怀里 而自己在沈景言怀里后 才又安心入睡 两人一觉睡到第二天自然醒 沈景言顶着乱糟糟的发型 和同样发型的宝宝大眼瞪小眼 似乎在僵持着谁去做早餐 沈景言突然接到电话 您好 沈先生 同城跑腿 我已经在您楼下了 沈景言越听越耳熟 突然反应过来 顾燕 你少赚一分钱会死啊 他昨天还嘲讽顾燕没钱叫快饮 但是他做梦都没想到 顾燕能亲自干上跑腿 到最后还要自己付钱给他 顾燕闻言神态自若 没有半分波澜 不赚钱怎么娶老婆 我没个可是很难养的 没钱只能娶好养的Alpha 沈景言咬牙切齿 做梦 Alpha你也取不起 他下床拉开窗帘一看 果然顾燕就站在楼下 沈景言愤愤地拿过来 自己昨天穿的衣服 塞进袋子直接从楼上扔下去 理直气壮对着顾燕吩咐 我的衣服只能温水手洗 不能脱水不能折叠晾晒 不允许送去乱七八糟的干洗店 以后你两天来一次就行 记住了吗 顾燕把衣服装进背包 轻笑一声 放心 我有工作经验 沈景言恶狠狠挂断了电话 讨人厌的声音一消失 世界都清静了 一直很安静的宝宝却突然铭起嘴巴 眼里瞬间请起泪花 委屈巴巴地朝着沈景言眨呀眨 这一看就是准备闹脾气 给人打预防针呢 沈景言如惊弓之鸟 面色不爽地小声威胁 不许哭 马上给你泡奶粉 小宝宝摇摇头 眼眶泛红 可怜兮兮地挥舞着小手着急呼唤 爸爸 爸爸 沈景言有些莫名其妙 我不是在这里呢吗 小宝宝疯狂地摇头 伸出手指朝向窗台抓取空气 爸爸 沈景言突然理解到孩子的意思 想到窗台上完事吧 在家里闷了这么多天 肯定想看看窗外的景色 沈景言拉开窗帘 将宝宝抱到窗台上 看吧 看看你家住哪个方向 哥哥过两天就能把你送走了 小宰仔急匆匆地撑着窗户向下摇望 但是天不遂人愿 他寻找的那个方位空空如也 没有他想看到的人 强烈的失落催着酸楚 瞬间在胸口蔓延 他不明白小爸爸为什么讨厌他 也不明白另一个爸爸 怎么好久不回家 沈景言也不明白 小宰子怎么越玩越伤心 明明不到伴随的宝宝 却跟年过半百的社畜一样 趴在窗户前默默流泪 严苦情郁的之事 饿了吗 沈景言问 小宝宝摸着自己饿得扁扁的肚子 挤掉眼泪 张开双手让沈景言抱抱 吃奶吗 沈景言又问 小宝宝还沉浸在伤心中 整个人软绵绵地靠在他怀里 小幅度地点点头 沈景言长出一口气 早说呀 男子和大丈夫还能饿哭 说出去可真丢人傲 两个人简短交流过后 一起去厨房泡奶粉 沈景言自己泡了带方便便填饱肚子 然后一个抱着衬衫 一个抱着手机在地毯上躺尸 不知道是不是有了衬衫安抚 小宰子竟然乖得离谱 让吃饭就张嘴 让睡觉就闭眼 这样百无聊赖的日子整整过了三天 终于等到月嫂回归岗位 沈景言激动地当场热泪盈眶 沈景言突然出现坐在他旁边 快上课了还出去啊 没事不去了 沈景言测了测身体 主动远离顾艳 而对方却一点点靠近 沈老板 我洗的衣服香吗 沈景言有些慌乱 眼神飘忽着躲开 你要参加选美吗 天天帅不帅 香不香的 人味悦极者容 这很正常 顾艳的眼神里有一丝暧昧 怎么你还有喜欢的人了 你的语气很怪 我不能喜欢别人吗 沈景言吃笑一声 不知道谁这么倒霉被你看上 祖上犯了天条吧 顾艳一直随身携带的草莓糖 终于派上用场 沈景言接过他递过来的糖 偷偷拨开糖纸塞进嘴里 浓郁的草莓味瞬间在味蕾蔓延 他缓了黄感觉好多了 身体一好心情也好了 看在你给我糖的份上 衣服再洗五天就够了 我 顾艳张张嘴 刚准备说话就被下课通知打断 沈景言火速起身直奔校门口 快递员还在门口等他 直到亲子鉴定交到自己手上 他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生活终于要重回正轨了 沈景言立刻打车回家 小崽子正乖乖在衣服堆里玩 看到他回家立刻开心要抱抱 沈景言有点心虚 把没拆封的快递放下 小心抱起宝宝 小崽巴基一口亲在他脸上 爸爸爸爸 看着可爱的崽崽 他的良心忽然被刺痛 人果然是感性的生物 他特意没给孩子起名 就是怕自己会动侧影之心 没想到 真到分别的时刻还是会不舍 沈景言一咬牙一跺脚 抱起孩子拿起亲子鉴定 对着月嫂忙碌的背影道 阿姨 我带他出去一下 司机很快把车开到警局门口 沈景言一进去就看到上次那个警察 他把快递文件放在桌子上 这次我带证据来了 刚做的亲子鉴定 没拆封 不可能造假 绝对能证明孩子就是我捡来的 男人半信半疑 喊了几个人一起做个见证 拆开快递认真翻阅 看完以后拍了拍沈景言的肩膀 带孩子出来一趟挺累吧 我们就不留你吃饭了 早点带孩子回家吧 什么意思 沈景言敏锐地察觉到事态不对 把亲子鉴定拿过来 果断翻到最后一页 依据资料和DNA分析结果 支持沈景言是被捡人的生物学父亲 这怎么可能啊 小崽子真是自己的 沈景言恍惚着回了家 第一件事就是预约其他亲子鉴定机构 预约成功后立刻带着孩子准备出门 接过月嫂递过来的包 阿姨 我们今晚不回来了 不用给我们做饭 车子从小区楼下飞驰而过 很快消失在公路尽头 宝宝彻底看不到月嫂以后 又乖乖爬回沈景言身上 小手摸着自己的肚子暗示他 圆鼓鼓的小皮球 已经饿成小扁球了 沈景言意识到宝宝已经一个中午没吃饭 拿出包帆找着 宝宝的小手指指了指 包的角落里有一个充好奶粉的小奶瓶 沈景言愣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亲子鉴定带来的错觉 他竟然开始觉得小崽确实和自己长得像 沈景言摇摇头 把这个恐怖的想法摇出脑海 宝宝也学他摇头 一大衣小复制粘贴一般 沈景言皱眉 学人的是小狗 宝宝指着他 抖抖 沈景言举起拳头 我揍牛 小崽抱着奶瓶黑黑笑 到了鉴定中心后 沈景言做了加急的亲子鉴定 结果要八个小时才能出来 他打算带着孩子在酒店对付一晚 宝宝不哭不闹 自己乖乖盖着小被子入睡 沈景言却一直焦虑到凌晨三点半 实在忍不住给他哥打电话 哥 我是不是失忆了 沈景言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凌晨三点给我打电话 我有及时才问你的 哥 我是不是脑子受过伤 沈怀里都气笑了 对 没错 三秒钟后咬牙切齿骂道 脑子被门夹过 沈景言无语 听完直接把他哥手机号拉黑 快到凌晨才睡着 次日 鉴定中心的电话打来 沈景言抱着还在睡的宝宝赶过去 取出鉴定结果后 熟练翻到最后一页 检验结果之时 沈景言是被捡人的生物学父亲 完了 这下没跑了 这个还在熟睡的小胖仔 百分百是他的孩子 他捡来的宝宝竟然是他亲生儿子 母胎搜的他直接怀疑人生 死对头看见孩子后大惊 这小仔怎么长得像我呀 是的 虽然你们是宿敌 但你们有个孩子 沈景言看到亲子鉴定后傻眼了 回家思来想去 也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突然他心生一计 联系了一位私家侦探 名叫何玉 两人约定在酒吧见面 沈景言说自己叫顾燕 拜托对方帮忙查一个叫沈景言的人 过程中何玉再三确认他的名字 还在碰杯时闪过玩味的笑 只不过沈景言没有发现一场 对方离开后 沈景言在网上查询何玉的信息 唯一一个同名词条是几年前的事 讲的是故事集团的老爷子委派外孙子何玉 向灾区捐款的新闻 没有配图 无法对比是不是同一个人 正想在仔细搜索一番 面前突然做了一个人 是个黄毛小混混 用那种恶心的眼神上下打量沈景言 张口闭口就是一些下流话 本来沈景言的心情就不咋定 这黄毛还往枪口上撞 他不想多说废话 直接用信息速压制的对方动弹不得 最后黄毛一瘸一拐灰溜溜走了 沈景言想再点一杯冷饮润润喉 却突然感觉浑身无力头脑昏沉 不好 中计了 顾燕接到何玉的电话时正在看书 问道 什么事 一年没见 连声歌都不叫一声了 顾燕开始不耐烦 你想找陪聊可以上授 何玉习惯了表弟的冷漠 笑着开口 你认识沈景言吗 他现在遇到了点困难 我给你发位置 你有空的话可以来帮帮忙 顾燕看着定位上的地点 沈景言大晚上去了酒吧 在那里能遇到什么困难不用想都知道 顾燕立刻拿起外套冲出大门 你照顾他一下 我马上到 放心吧 不过我只有十分钟时间 弟弟 你车轮子登快点哦 别让他受伤 顾燕立刻挂掉电话 何玉躲在暗处 盯着在街口交集等车的沈景言 沈景言强撑着没有倒下去 他感觉危险正在靠近 忽然肩膀一痛 这就是那个长得比有没的还漂亮的Alpha 原来那个黄毛是去搬救兵了 沈景言倒在地上 没有力气站起来 小声呢喃 顾燕 救救我 何玉回个消息的功夫 在抬头就看见沈景言躺在地上 随手捡了大石头 正准备抬脚冲出去 却突然感觉到一阵极强的压制力 黄毛艰难转身 看到一个高大的黑衣男人 而他的老大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黄毛脸色惨白 Alpha用信息素伤人是违法的 顾燕屁腻着蝼蚁一样的黄毛 哪里有Alpha 我是一命吗 没给黄毛继续说话的机会 用信息素隔空掐住他的脖梗 很快黄毛就昏死过去 顾燕踢了踢对方烂泥一样的躯体 屈屈鼠背 还想动我的人 他抱了紧收拾残局 毫不犹豫抱着沈景言离开 去医院的路上 沈景言迷里呼呼说不要去医院 要去顾燕家 顾燕很意外 为什么 因为他的信息素很好闻 这句话给顾燕带来的震撼程度 不亚于沈景言跟他说 是的 我们有一个孩子 有了上次照顾他的经验 这次顾燕轻车熟路 依旧是安全马后 满足沈景言的一切无理要求 几乎没怎么休息 一边留意着沈景言有没有异常 一边在厨房忙活早餐 防止沈景言醒了后肚子饿 到上午八点钟才靠着沙发陷入短暂睡眠 直到被肩膀上的力道拍起 顾燕立马坐直身子 炎炎 你醒了 沈景言面无表情 眼里催着冰寒 顾燕瞬间了然 对方醒了 也清醒了 沈景言也在沙发上坐下 救命之恩我会答谢你 但昨天的事 最好大家都示意一下 你觉得呢 嗯 你说的有道理 顾燕担心他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就陪着他一起坐车 一路上气憎尴尬 到了家门口 沈景言怕他看到孩子 刚想把人撵走 顾燕熟练地按下门铃 沈景言心里一沉 好了 你快走吧 顾燕以为是他彻底恼了自己 心口酸涩 仿佛扎满了细密的银针 大门缓缓打开 宝宝早就做好了准备 小手挥舞着向沈景言打招呼 爸爸 结果叫出口才发现 面前的人根本不是沈景言 而是一张阔别已久的面容 宝宝看着顾燕愣住 沈景言猛地挡在顾燕身前 给月嫂低了个眼神 示意他带孩子进屋 然后自己也退回房门后面 谢谢你打车送我回来 钱我会转给你 再见 顾燕没有接话 只是直勾勾看着他 沈景言准备关门 一只手按在门上 景言 我刚刚看到孩子 什么孩子 顾燕 我今天很累了 你走吧 顾燕目光炯炯看着他 分明什么表情都没做 却偏偏生出些破碎感 他默默把手收回去 那你好好休息 月嫂躲在屋里 听到关门声才赶出来 本来有一肚子的话想问 但看到沈景言脸色惨白的可怜样 瞬间就闭了嘴 转身去给他呈小米粥 顺便给宝宝也成了一份 小仔坐在宝宝餐一上 和沈景言面对面的位置 沈景言一抬眼就能看到 那张和自己相似的脸 奇妙的扭带关系 让他心情微妙 孩子的心情也微妙 毕竟嘴巴就是不吃月嫂味的东西 沈景言放下汤匙 不吃就饿着吧 小宝宝眼里立刻请起泪水 憋了好久的委屈瞬间爆发 爸爸 爸爸 沈景言面无表情 哭能吃饱饭的话 以后就不用给你买奶粉了 看到自己惹沈景言生气了 宝宝立刻收住眼泪 小手指着大门口的方向 乃声乃气地提醒他 你想爸爸了 沈景言问 宝宝眼尾红红 小脑袋跟小鸡桌米一样 嗯 我也想你 宝宝脸上的希望化成了委屈 他想这个爸爸 也想另一个爸爸 他不明白一家人为什么不可以团聚 明明都已经到门口了 为什么不可以进门抱抱他 月嫂见状趁机问道 孩子说的可能是刚才那位先生 宝宝和他长得可真相 简直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亲生父子都不一定有这么像 沈景言听见这话脑袋疼 陈寒说像 月嫂说像 甚至顾宝见了孩子都有些情绪激动 但是Alpha和Alpha之间 绝无可能啊 沈景言说自己累了 转身回到卧室 脱下外套扔一边 口袋里掉出来很多粉色包装的糖果 和上次顾宝给自己的一模一样 其中还夹着一张小纸条 上面是一串手机号 沈景言想都没想直接随手丢掉 把自己藏进被子里 关掉手机电脑屏蔽外界一切干扰 开始睡大觉 沈景言眼神玩味 你们在一起了吗 太巧了吧 顾宴也失联好几天了 听说家里没人 手机也联系不上 学校已经在找人了 沈景言暗道不好 该不会是那天的人去报复他了吧 沈景言当即坐不住了 随便找个理由把沈景言撵走 趴地上把床底的小纸条捡回来 换了身衣服直奔顾宴家 路上照着小纸条的电话号 一连拨了好几个电话 都是无人接听 到了地方后他先去小区物业询问 扫地大爷回忆了很久 突然眼前一亮 前两天突然来了一群人 各个凶声恶煞的 直奔着那栋楼去了 听到这里 沈景言面色肉眼可见的惨白 跟大爷到了邂逅 颤抖着从口袋里取出手机 边走边打110 他害怕顾宴出事 精神格外紧张 丝毫没注意到对面走过来一个人 直到撞上一个宽阔的胸膛 熟悉的味道营绕鼻尖 沈景言瞬间抬头看向面前的人 顾宴扣住他的肩膀 充满倦意的面容上 藏着一丝惊讶和欣喜 原来这三天顾宴是因为 信息诉伤人被拘了 沈景言直呼完了完了 顾宴为了救自己 被拘三天 自己可欠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混混顿顿跟着顾宴回了家 你怎么过来了 顾宴的嘴角压都压不住 是担心我吗 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是因为小区大爷跟我说你被围殴了 我是来看你笑话的 顾宴轻轻叹了口气 真是让你失望了 那群人不是来找我的 沈景言看顾宴没事也就放心下来 起身准备走人 顾宴拽住他 别走 我有事要和你谈 然后拉着他的手腕让他重新坐下来 沈景言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顾宴正惊危坐 家里那个孩子是你的吗 沈景言拒绝自证 俗话说得好 最了解自己的人往往是自己的敌人 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 你不清楚吗 顾宴确实很凌乱 根据他掌握的资料 沈景言确实不可能有个孩子 但是宝宝的长相真的很匪夷所思 顾宴直接水灵灵问了出来 那你有没有觉得 他长得有一点像我 像你个偷妈头啊 沈景言抓了个抱枕扔过去 气呼呼的直接走了 由于跑得太快 顾宴没脸上 只能给他发消息道歉 沈景言看到消息也没回 幸好他机智趁机开溜 不然顾宴一定会打破杀顾问到底 这时私家侦探给他打电话 说已经把他这三年的资料整理好发邮箱了 沈景言这傻孩子还没听出来自己已经掉马 道谢后挂了电话 随后点开邮件 资料显示 自己并没有和任何人有过出格举动 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是凭空出现的 他捡到了自己的亲儿子 宝宝长得还很像他的死对头 可自己明明连个恋爱都没谈过呀 他越想心里越发出 就去找私家侦探调查 调查结果证明 这小崽子就是凭空出现的 沈景言有了一个恐怖且大胆的猜测 他从床底取出身藏多年的八卦镜 捏手捏脚走进婴儿房 鬼鬼祟祟把镜子放在孩子胸口 用七音默念着刚才搜来的口诀 一分钟过后 什么事都没发生 沈景言松了口气 看来孩子确实是杨坚人 这时月嫂突然醒了 黑暗中看到婴儿床旁边的影子 吓得差点尖叫出声 沈景言及时打开灯 跟他解释自己在干什么 月嫂这才松了口气 还给他介绍了一个老先生 不仅会驱血 还会看八字 只要一眼就能看出前世今生 沈景言有点心动 说不定那老头真能说出小崽的来历 于是决定过去找他 第二天带着孩子坐上高铁 宝宝全程不哭不闹非常乖 乘务员都被他萌化了 临下车时送给他一个周边娃娃 沈景言感觉特别有面子 熊啾啾气昂昂下了车 结果毫无防备 被狂风扇了一个大鼻洞 天气阴沉得厉害 沈景言拿出外套把孩子裹眼使 宝宝小手指着沈景言的衣服 爸爸 没事的 爸爸不冷 宝宝满意地重新扎进沈景言怀里 沈景言带着孩子出站打车 中途发现车子行驶在一条偏僻的小道上 他意识到方向不对 拿出手机给陈寒发个定位 又给他打电话 结果电话无人接听 沈景言慌了神 他哥今天有个重要的合作要谈 也没办法闪现过来帮忙 看着怀里安睡的宝宝 沈景言一咬牙打开顾燕的对话框 如法炮制地发送定位 然后打电话 恰好这时在后视镜里对上司机窥视的眼神 他感觉一阵恶寒 电话接通 沈景言努力稳住声线 脚柔躁作地开口 老公 顾燕突然被呛了一下 捂住嘴巴才忍住没发出来声音 沈景言继续装模作样 已经把定位发你了 我和孩子马上到 你和咱爸咱哥咱叔咱姨咱就咱姐夫也开车过来吧 知道了老婆 路上冷不冷 需要给你带件衣服吗 沈景言虽然被老婆俩字隔应了一下 但还是非常感谢顾燕能配合自己 需要啊老公 我想穿你的外套 你的信息素等级高 穿着有安全感 顾燕宠谜应声 我帮你带过去 记得把车牌号也发我 那我等下发你哦 好 还有别的事吗 今天晚上刮风下雨 路上开慢点 爱你 老公 你在路上也注意安全 小宝 沈景言确定司机全都听见了 才挂断电话 司机扑斥一声笑出声 然后拿出自己的工作证 人家不是坏人 是看着沈景言抱孩子的姿势不熟练 以为沈景言是坏人 才多看了几眼 至于走小路 是因为天气不好 想着抄近路快点把人送到酒店 沈景言看向窗户外面 车子穿过小路后立马进入城市主干道 很快就到达目的地 这下闹了个大乌龙 沈景言抬头望去 看到眼前人后不由的遗症 顾燕 你是人是鬼啊 怎么还会瞬移呢 顾燕接过她的背包 老婆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小子演起来没玩了是吧 沈景言赶紧拉着人进了大厅 顾燕收起伞 体贴地问道 路上累不累 行了行了 不用演了 演员出戏也需要时间啊 我揍你不需要时间 沈景言踢了一下她的小腿 你怎么过来的 自己是在20分钟前给顾燕发的定位 她怎么可能这么快赶到 碰巧家里有事路过这边 就提前下车了 沈景言对这个解释半信半疑 你特意来救我吗 顾燕点点头 她特意调了一架直升机 紧赶慢赶才赶到 沈景言忽然觉得这人也不是那么讨厌了 甚至有点小帅 谢了 你今天的住宿费我给你报销 仿佛是命运的捉弄 前台说只剩下一间房 可两个大人一个宝宝怎么住得下 顾燕主动提出自己打地铺 前台也说现在天气不好 别家酒店估计也没空房 两人双管齐下 沈景言被说动了 到了房间才意识到自己还抱着宝宝 猛地转过身 你别看她 顾燕往后退了一步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出来吗 沈景言拿出宝毯给宝宝盖上肚子 不然呢 我还能半个人出来啊 两个人在房间里互相沉默 顾燕很有眼色 主动提出出去买晚饭 她出去以后 沈景言就进了浴室洗澡 洗到一半宝宝醒了 小崽先是打了个哈欠 环视四周发现是陌生环境 身边也没有沈景言的身影 失落感瞬间让她委屈到崩溃 爸爸 卧室门砰的一声被推开 顾燕气喘吁吁跑回房间 她大老远就听见孩子的哭声 毫不犹豫地抱起宝宝 擦掉小脸蛋上的眼泪 让孩子依偎在自己怀里 小宝宝的脑袋紧贴着她 一边抽噎着打哭嗝 一边奶声奶气地叫她 爸爸 顾燕抱着孩子 浑身僵硬 浴室的门被拉开 沈景言一出来就看见顾燕抱着孩子 她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目光灼灼盯着顾燕 顾燕做贼心虚 小心翼翼又把孩子放回床上 刚被安抚好的宝宝 发现自己又被抛弃 看看顾燕又看看沈景言 朝着两个人分别伸出一只小手 像小猫似的祈求宠爱 爸爸 结果可怜兮兮地叫了半天 两个大人各怀心事 竟然都没抱她的意思 宝宝咬住嘴巴 又伤心地掉筋痘痘 顾燕心疼孩子哭闹 但是压力当前她只能先仓皇解释 我刚才听到孩子哭了 以为你不再才抱起来 沈景言表情松懈三分 看似没有在意这个事情 问了一个顾燕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应该知道她刚才喊爸爸 不是在叫你爸 当然知道 顾燕努力藏好面上的失落 她叫你爸爸 这是你的孩子吗 你什么时候有的孩子 说完后 两人之间沉默足足三十秒 沈景言才开口 我捡回来的孩子 当然是我的孩子 我有点事 你帮我看他一下 原来不是沈景言和别人的孩子 顾燕心里大喜过望 缓过神后有些不可置信 我现在可以看他了吗 只能看不能碰 顾燕笑着轻轻捏捏孩子的脸蛋 沈景言见状心里多少有些酸 自己这一个月以来 又是带孩子看医生 又是找父母 管他吃管他喝累死累活的 结果 小兔崽子转头就去跟顾燕哥俩好 小舔狗 沈景言气上加气 直接不理宝宝 绕过两个人去吃饭 顾燕抱着孩子 让宝宝拍了拍沈景言的肩膀 后者扭过头 只见眼前一张嫩生生的小脸迅速放大 巴唧一口亲在沈景言脸上 主动扑进他的怀里 显得格外亲密 耐 爸爸 沈景言琢磨了一下 才听出来宝宝说的事 哎爸爸 窝在心里的小脾气瞬间就消失了 宝宝见他高兴了 小手指着顾燕 又指了指那边的床 沈景言懂了 你想让他睡你旁边吗 正吃饭的顾燕突然噎了一下 猛灌一瓶矿泉水才勉强咽下 宝宝期待的猛点小脑袋 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顾燕爸爸了 一家三口肯定要睡在一起啊 沈景言突然板起了脸 你想和他睡可以 但我只给你三个选择 你和顾燕睡地板 第二 你和顾燕睡飘窗 第三 抱了一床被子 正好睡的是宝宝那一侧 我在这里保护你 顾燕哄道 你和景言爸爸睡床 好不好 宝宝吭哧吭哧趴到床边 看着顾燕确确实实会在自己身边 勉强接受这个建议 四舍五路 算是一家三口睡在一起了吧 次日 沈景言要去小山村里拜访老先生 顾燕理所应当的要和他们分开 没想到宝宝死活不肯松开顾燕的手 哭到兔奶 愣是要带上顾燕一起 沈景言没办法 多带了个男保姆一起出发 翻山越岭才终于找到了老先生家 小离拜院里 一个小童子撑着脖子四处张望 沈景言走过来 请问这里是 小童子立刻点头 是的 就是这里 师父早就说 今日午时会来三位尊客 时间不早了 先生您和我过来吧 沈景言被先生的神机庙算下了一条 竟然能算出临时加入的顾燕 看来是真有两把刷子 顾燕也想一道跟着进去 被沈景言一个眼神瞪回来 你不许进 可先生说有三位尊客 顾燕给自己争取机会 你是尊客的男保姆 这里没你的事 一边玩去 别逼我在这神圣的地方揍你 顾燕只能作罢 沈景言抱着孩子进门 坐在了老先生附近的位置上 先生 我近期遇到了一件怪事 还请您帮忙指点迷津 老先生捋着花白的胡子 说吧 我想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他的父母是谁 为什么会记长得像我 又像我的一个朋友